各位好 這是美國 割槽 你想價錢多少 這還沒割 這是割了 有沒有看到 然後 那邊也割了 所以那邊還有一條小路 這邊大部分都割了 黃花這還沒割 然後 從這個樹 不用割得很近 因為那個價錢又不一樣 現在只是 看到這個割草機能割的範圍 割草機 他們還有一個叫做 Trimmer 他是用螺旋 來把 把草割斷 所以是割的一定能割的地方 現在帶你去走一遍 然後也順便 讓你家看看到底是 就是這一塊 到出口 到出口 出口的地方 到出口的地方 那這邊以後 馬路跟一個小溪 再過來 如果蓋個圍牆 低的圍牆 四池高 那這樣子 這個房子看起來 就比較有價值了 然後這裡分擦出來進口 然後分成兩邊 兩邊 然後這邊停車 這樣有概念吧 然後這邊也要割 這邊就要用那個Trim的割 或是說割多近 那價錢可能會不一樣 然後 然後 這個土牆旁邊是停車 然後這一塊 這一塊 蠻多的 我們在房子走一圈 讓你們看看 這邊都要割 然後那個Trim的 那個樹枝 再把它丟 丟到上面去 這也是另外一個工作 然後樹枝 再Trim 就是說不要讓它到房子去 房子總是要離一點距離 有沒有聽到 就是說 這裡的房子 這邊要有一個距離 這是第三四個車庫 那後面這裡 還有這一塊地 今天天氣很好 這一塊草地 到圍牆那邊 那個牆 牆壁那邊算是濕地 算是濕地 這繞一圈 這個 這個 很不錯房子啊 我喜歡來這邊 像度假一樣 上面是 那個瓦片是 不是叫石 對 用水泥瓦吧 那個很貴很重 然後就這裡 有人種花園 做一半不做 就是這樣子 就這一片也要割 你們猜要多少錢 只有割草而已 沒有包括那個 那個像這個 Trim bag 不用太常做 住客有些水準不好的話 就亂丟垃圾 有些好的就不丟垃圾 嗯 你看 這我們就走回前面 走回前面 就這一塊 叫人家評估看看 看到割要多少錢 走到後面去 好 就這樣子 OK 還有什麼介紹 那就這樣吧 OK OK 拜拜 Follow me Follow your heart to see Do you think how much need US dollar for one time Every time come the price is different too OK Give me idea Thank you Leave a message for me